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草妹牛 今天要來講解一下有關雙龍改造的一些細節 覺得蠻多人會有疑問,就是有關於他這個攻擊技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值不值得去投資呢? 那後來官方有修正關於這個技能的敘述 那飛龍這邊是戰鬥後10秒會先發射第一發,以後每20秒會隨機觸發 威力是看等級而定的 那蒼龍這邊也是一樣,15秒後會有第一發,以後每20秒會隨機攻擊 這個東西在一級的時候也是開場15秒,以後20秒 所以等級的上升只會影響到他的威力,航空攻擊的威力而已 並不會改變他的出擊秒數 那究竟他們的威力如何呢?我們來去看一些介紹吧 我們裡最後要看一些武器 我們退休了 是這裡的珍貼 插槍 就是這裡的珍貼 別人的垃圾 我看到兩個珍貼 這個空間 這是這裡的事 我們升至很多奇蹟 每1原來個遊戲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技能的飛機是可以對空的 這邊可以看到在對空圈裡面的傷害是1000 所以不單單只看他對海的傷害其實也要看他在滯空能力的表現 其實也不錯 像這樣子雙龍100出頭的船在12張安全海域其實也算扛得住飛機的傷害 算還不錯用的 這張是個屬性的 像是一個小型的 像是一種雙龍100出頭的 很像是一種雙龍的 像是一種雙龍100出頭的 這次是我的勝利,這次不是大事 經過上面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技能 在道中對海的傷害其實沒有很高 那可以取而代之的是他可以做滯空能力的幫助 那本身他們雙龍改完之後對空能力也很高 這表示他可以扛得住敵方的神風傷害 所以在12張滯空能力以及呈傷的表現都還不錯 那至於有沒有必要把這個技能點高 我是認為優先度不是這麼大 你可以點到個6、7級就可以了 或者是不點也沒關係 其實說實在的這個技能傷害真的不明顯 花太多書投資在這邊真的很沒有效益 所以你寧願去投資小家家的或是半輪馬的 那個還比較有效果 那飛機的搭配 既然是以飛龍掀起飛為主 因為他的暴擊機沒有效果 可以搭配著超級短速的暴擊機 那攻擊機用魚雷配合我們這個信標加速他的裝填 這樣子你會不斷的尋回飛龍蒼龍技能 不斷的去放飛機來達到你滯空的能力 好 以上是今天雙龍技能的介紹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這個技能的優先度 好 有什麼問題在下方留言給我知道 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